兩好兩壞 中線的滾低球 二類手接到之後 跑給江崑宇 好球 二類手 岳東華 他的運動能力本來就很強 剛才即使已經失去重心 還是順利的把球傳給了江崑宇 對 二有一次完美的配合 差一點被打穿 不過這球很有趣 我覺得王海誠這球他要自己接 因為有時候這種強勁的球 他是最後一刻選擇縮手 那這種縮手其實就是我往中線打 在職業等級的球隊裡面 本來就會做這種訓練